大家好,我是Samuel柳sir 今天我们会一起做ABRSM五级岳里的 Sample Paper 新方式的考试Paper A 这个新考试就是那个online课 很快就可以开始报名 你会考第一期 还是你会担心第一期的考试 会有很多系统的问题 或者安排的问题 很害怕,所以等到第二期才考 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还未订阅我这个频道 麻烦你帮忙订阅我 我这个影片会同时放在YouTube 和另一个影片分享的地方 叫做LBRY 在那边看,有一个好处 就不会有广告 YouTube就不会有广告 如果我的订阅数到300 那系统就会自动帮我同步 两边的影片 我以前在YouTube的影片 都可以在LBRY找到 在那边看就不用看广告了 所以麻烦你帮忙 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一样 如果你想找我教你 那你就可以联络我 我的联络方法 写了在Description 那里 你可能是新开始学的也可以 或者你可能在外面那些班 可能学过 已经学完了 不过不太肯定自己懂不懂 或者想知道多些考试的技巧 那你也可以联络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了 那第一部分的第一条呢 就说圈出正确的time signature 时间记号 那我们数一下有多少个 八分音符 或者多少个四分音符 那这里前面四个音符 就是一个八分音符的时值 那这里是第二个 这两个音符呢 加上第三个 这一组呢 加上是一个四分音符 或者两个八分音符 那我数到呢 就有五个八分音符了 那所以就不会是七八 也不会是二四 那就只有五八是答案 B 那我又是数八分音符先 前面三个音是一个八分音符来的 接着那四个音呢 就是一个八分音符 那这个三连音呢 加上是一个四分音符来的 那你也可以拆作两个八分音符 所以有四个八分音符 那就不会是五百啦 或者你组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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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分音符呢 就有两个啦 所以答案是二四啦 两个四分音符 C 那第一个两个音是八分音符 这里有一个八分音符的优字符 又是两个音 那这个八分负点音符呢 加上十六分音符呢 就是一个四分音符来的 或者是两个八分音符来的 那最后还有一个八分音符 那就是有六个八分音符 那就不会是七八啦 那有可能是六八或者三四 因为如果你把两个八分音符组合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把两个八分音符组合在一起 那其实也有三个四分音符 那究竟哪个才对呢 那你就要看一下那个小节的grouping 那如果是六八的时间多好呢 那那些八分音符的组合呢 应该是前面三个组合在一起的 或者是组合在一起的 后面三个八分音符呢 又会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会找到两个大组的 那如果是三四呢 那些八分音符的组合呢 就应该是两个两个这样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应该是这样一组 所以它们的边就会是这样的了 那你比较一下这个C这个问题 像哪一个 你看到它前面这一组音呢 它是前面三个八分音符 就用一个边连了 所以它是这三个八分音符组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就是六八来的 如果是三四呢 就不会这样画的 它不会将这个位置 是不会编在一起的 所以答案呢 就要是六八了 就不可以是三四了 1.2了 我们先看了题目 它说这个是一个简单拍子的小节 那下面哪一个是正确的 将这个小节 改成为这个幅拍子呢 那有三个给你选 选出一个对的 那首先呢 我就会自己做出来 然后看看哪一个答案 跟我一样 那首先转了时间记号 如果你要将一个单拍子的小节 转做幅拍子 你要怎样做呢 你就是要将它 每一拍子 加一个符点 然后呢 你就想起这个小节 它的时间记号应该是怎样的呢 每一个负点四分音符 就有三个八分音符 所以有三个 六个 九个 九个八分音符 答案这边呢 三个都是九八 所以我认得对的了 那后面那些怎么做呢 就是呢 如果你看到 一组 一组三连音 譬如这一组 和这一组 都是三连音 那你不要要那三字呢 就对了 所以第一拍呢 应该要是 这样 但就没有那三字 第三拍那边呢 又是一个八分音符 一个四分音符 就不要那三字 那这里有两个八分音符呢 在幅拍子那边呢 就加一个二字给它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像我现在这个 那这边 哪个答案是对的呢 那第一个呢 就多了一个优子符 所以这个不对的 那第二个呢 就像是对的 第三个呢 他就没有 弄走这个三连音符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之后答案二了 我拿些箭语来写先 1.3 他说呢 完成下面两个句子 加上一个数字 加上一个数字在这里 完成这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说什么呢 他说 在一个六四拍子记号的地方 一个这样的小字呢 有多少个 Dotted Minim Minim是二分音符 Dotted Minim就是负点二分音符 六四的小字里面 有多少个这些呢 那六四的小字呢 就有六个四分音符 那一个Dotted Minim呢 就有三个Quattlet组成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 然后这三个呢 合体又变成 又画错了 第二个 所以就有两个Dotted Minim 答案就是二了 1.3的B 他说一个Dotted Quattler 是等于多少个Semi Quattler Dotted Quattler呢 Quattler就是八分音符 Dotted有符点 Semi Quattler就是十六分音符 就是两个的 一个这个有多少个这个 那就要把这个分解它了 拆开它 那么一个负点的八分音符呢 就等于一个八分音符 然后加八分音符一半 就是十六分音符 如果我们把这个八分音符 再拆开它 就是两个十六分音符 再加上最后这个十六分音符 就是三个十六分音符 这个小节的grouping 是正确的 我们刚才也做过类似的东西 就是这个六十六呢 上面是一个六字 就是它是福帕子来的 福帕子呢 就应该将三个 它说十六分音符 就是三个十六分音符 要组合成一齐 那剩下三个十六分音符 又要组合成一齐 就是这个grouping 大概要是这样的 三个一组三个一组 那我们看一下它组合得对不对 那第一个给你选的答案呢 这里是十六分音符 然后这个八分音符呢 是两个十六分音符 那它们就应该组合在一起 那剩下这个八分音符呢 它就应该和后面这个十六分音符 就是组合在一起的 那但是呢 它呢 就加了个耳朵在这个位置 那所以grouping就不适合了 那三个小字其实是一样的 那个时值 演奏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 但是grouping不适合的 那这个一样不适合 因为我们都不想要 那边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也不适合 那只剩下这个答案了 那它就正确的 那它就正确的 这样呢 将三个十六分音符 grouping这样摆对 或者呢 那个beam是对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第三个答案才是正确的 它说呢 1.5了 它说呢 在加上那些 辆和交叉 在那些格子那里 那里 那显示那些 那些优子符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首先看一下 整个小节 那个time value 那时值够不够 那这个是 4.4的拍子记号来的 不如移动一下 好 继续 在摇 好了 那 那 那 这里是一个四分音符 然后呢 那这个因为明知它对不对 所以我们 由后面 数回 这里又有一个四分音符 那 这里三个十六分音符 应该就要加多一个十六分音符 才够一个四分音符 应该要是这样 那 然后呢 这里八分音符 又要有一个八分的优子符 那所以呢 这个优子符 其实就包括了 中间这两个 时值 那 虽然那个数 音符的数量是对的 那个时值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grouping 不对 那应该呢 要很清楚看到第一拍 和很清楚看到第二拍 这个幽子符 应该要画成一个八分音符 加一个十六分感才对的 所以现在就是错了 第二个小节 那 这个三连音符 应该是搬着这两个的 应该 那这里有二分音符 前面两个加上是四分音符 那这个三连音呢 加上应该是一个四分音符 应该 那这里有一个八分的优子符 那 那 加上这个四分音符 那 它们三连音了之后呢 就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那 所以 所以这个小节是对的 第三题 那 那 那 这里一个四分音符 那 这里有一个二分音符 那 这里有一个四分音符 那 又是呢 时值是对的 但是 grouping 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四四拍子呢 就要习惯地 将 第三拍显示出来的 或者将第一第二拍呢 group 在一起 将第三第四拍又要 group 在一起 那就会见到第三拍 尤其是是休止符的时候 那 所以呢 应该要画成两个四分音符 那 这个小节才是 画得对的 那 现在它用一个二分的音符 就是不对的了 好 做完第一部分了 第二部分呢 和Peach有关的音符 那 2.1 它说 选出一个正确的格子 是对的 那这个是什么音呢 这个是次中音符 所以第四条线是C音来的 够不够近呢 我怕不清楚 应该够清楚吧 那这个是C音呢 你就可以数上去 看看这一粒是什么音 C D E F 接着加一条线呢 C D E F G 那这个就是A音了 2.2 2.2 选出一个格子 显示 这个音符的二符和音符 好了 做这一条最好就画鋼琴出来 如果你不是弹鋼琴的同学 你不够熟悉的键盘 最好就画鋼琴出来 那我现在不画了 我用 那你考试不应该有这个东西 不过我不知道录影考试 它能不能限制到你没有 没有一个做号 画好了的键盘 在这里 看后一点 这一个音符 这个是B 有一个Sharp 就是B B B Sharp 按在哪里呢 B Sharp 就是C 就是C的二符和音 后面这三个音符 哪一个都会按在C这个键 逐个看一下 第一个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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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两次 都是按在C字 所以这个是对的 其他两个是对的 我们又看看 虽然只有一个对的答案 这个是C-Sharp C-Sharp 按在哪里呢 C-Sharp 按在黑色键 所以就不是二符和音 所以就不是二符和音 这个是C-Flat C-Flat C-Flat 按在B那里呢 所以和B-Shop都不是二符和音 所以答案就是D-Double-Flat 那一个 2.3 他说这个小节是写给圆号的 我叫你做二调 那二调呢 我们看看它向上还是向下 他说要向下移 移一个完整五符 纯五符 那第一件事我们看看 它那个 它那个 Key Signature 对不对 那这个Key Signature 代表这首歌 是A Major 做二调呢 我们不会想它 不是Miner 我们全部当它Major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A音 向下移到完全五符 那向下移到五符 A向下移到五符 A向下移到五符 就是A G F E B 应该是一个D字 然后呢 D到A 是不是一个完全五符呢 那你可以写一个D大调音階 你写了一个正确的D大调音階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A音在 因为A音是属于D大调音階 里面的其中一个音 所以它和D的音程 就会是Perfect 或者Major 这个是5度 5度就用Major 所以你就证实了D到A的音程 就符合这个题目的Perfect 5的要求 而且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新的这个调音階 Key Signature 应该要用D Major的Key Signature D Major应该有两个声号 它这里只有一个声号 所以这个Key Signature就不对了 好了 接着我们检查那些音对不对 就写A Major和D Major两个音階出来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个异调怎么做呢 我有另一个视频是讲异调的 你可以去参考那个视频 我现在做视频的视频 我就不解释太多了 不然就做很久了 这两个音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上面找到的这些音 就要改变成下面这个音階的音 要上面变成下面 要一个一个对着它们 我们做个检查 第一个是C Natural 还原C 你找到C Sharp 就要变成F Sharp 如果C Natural 其实就是降低了C 降低了C Sharp 所以下面这个F Sharp 你也要降低它 所以你C就应该要变成一个 还原F 这里是一个还原F 应该是对的 这个应该是对的 第二个 这个是E 你看清楚它有没有受那些 Key Signature影响 E音就不用升 所以这个是E音来的 E就要改成A 这个是A音来的 Key Signature也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是对的 第三粒音 这个是 还原的F F Natural 那你在音阶上 就找到F Sharp 要改成B 那不升的F 就是降低了F Sharp 那我这个B 也要降低它 降了半度的B 就是B Flat 所以F 就要改成B Flat 所以这个答案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就要打交叉 最后一粒 这个D Sharp 我们先找D音 D在这里 D会改成G 如果D Sharp 就是升高了D 就是升高了D 那下面这个G 也要升高了 D就改成G 而D Sharp 就应该改成G Sharp 那这个答案呢 它也是写G Sharp 所以它做得对 我们给它一个Tick 2.4 它说比较一下A B C 三个小节 然后圈出 True or False 第三个句子圈出True or False 那这条呢 它就 是跟那些音的音高有关的 所以我们呢 要怎么做呢 我们找出每一个 三个不同的Clap 它的Middle C在哪 这个次中音部的Middle C 是第四条线 所以第一个音D Flat 就是Middle C上面的D Flat 那这一条呢 高音普号的Middle C 就在这里 所以它是比Middle C 上面的D Flat 再高一个八度的 那最后这边 低音普号的Middle C在这里 那今次的D Flat 又是Middle C上面的D Flat 所以C的音高就跟A一样了 C的音高就跟A一样了 而B这个呢 它的音高是比A和C都高一个八度 这个是高了一个八度 比A和C 那我们要看一下句子 对不对 A的那个呢 它说A和B是同一个音高 那不是呢 A B是高一个八度 所以A和B不是同一个音高 那我就要圈出 圈出 B这个呢 它说A和A是比C高一个八度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我们刚才已经自己知道了 A和C是同一个音高的 没有高度没有低度 所以呢 这个也是错的Statament C这条 它说B是比C高一个八度的 对了 我们刚才也找了这个答案 B是比C高一个八度的 所以Statament是对的 以这个二点第二部分 只有一版 好 第三部分是说 Key和Scales 3.1 它说 选出一个正确的格子 选一个而已 是正确地画出 G 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G 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应该有六个降号 六个降号的次序 应该是 B E A D G C 所以下面这些降号的次序 应该是 B E A D G C 你逐个检查一下 比如第一个呢 第一个是B的flat 但第二个不是E flat 它画了一个F flat 所以这个不适合 第二个 第一个这个降号呢 是在C那里的 不是B flat 所以也不适合 第三个呢 这个是次中音铺 第一个是B flat B E A A D G C 这个好像适合 我们看看最后这个 这个是中音铺 第一个是B flat B E A D 这个不适合 这个画了在F那里 第五个降号应该是G flat 它画了在F 所以也不适合 所以正确答案只有第三个 3.2 可以做一样的东西 看看那些key signature 对不对 它说正确地画出一个D short minor的key signature D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F short major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又要看回我其他影片 或者问你的老师 这个不解释了 这里 F short major 应该有六个声号 而六个声号的次序 应该是F C G D A E 次序要是这样的 我不用逐个看 我都知道有几个不适合的 因为高音捕号 这个高音捕号 中音捕号 和低音捕号 它们的key signature的形状 我记了 我有一段影片也说过 那个样子应该是F 然后那个第二个sharp 就是低一点的 第三个sharp 又会上回去 FCG 第四个sharp 下回来 这些头四个sharp 会是这样的e-set 然后第五个sharp 会跌下去 第六个sharp 的e-sharp 才会上回来 那你要认一下这个形状 就可以做得快一点 譬如第一个 在e-set 之后 第五个sharp 都没有跌下去 所以就不适合 其实就算你仔细 逐个sharp 去数一下 是什么音 你都知道它不适合 那我就直接看形状 知道它不适合 那这个FCG DA 跌下去之后 第五个声号 都没有向上画 所以 它的声号是适合的 不过它这个e-sharp 画得不适合 这个e-sharp 应该要画在这里 那它才叫做对 所以这个是不适合的 那最后这个低音波号呢 那形状状又不适合 而且第一个声号是C 第一个声号是F 所以它不适合 那看来这个会是适合的 第一个F-sharp C G D A D 而且次中音波号呢 那些声号的形状呢 就好像它现在这样 应该是向上的e-z形状 那它就是对的 那这个形状要记一记 3.3 它说呢 圈出正确的key 这里有三个旋律 那我说了一个快的方法先 就是如果你看到它有很多个降号 但是零零丁丁有一个声号呢 那那个声号呢 升了的音呢 就是那个小调的第七个音 那么F-sharp是第七个音的小调呢 那那个第八个音 就是那个主音要是什么 会是什么音呢 就会是G音 所以就应该是G小调 这个是快的方法 如果你不敢用快的方法 那你就用正常方法 正常方法怎么做呢 那我就会写F-C-G-D-A-E-B 我看它降了什么音呢 我就在这里剔下它 那这里出现了B-flat和E-flat 出现了B-flat和E-flat 就零零丁丁的 升了一个F-sharp 那就是这个key signature 就应该是那个 两个降好的key signature 两个降好的就是B-flat major 而它的relative minor呢 就是G minor 那你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得那么快呢 或者你想不到那么快 你要练习多些 或者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那如果是G minor 那升了一个app就很合理的了 因为G的音阶 去到第七个音 G A B C D E F 这是第七个音 在小调音的旋律里面 第七个音很多时候都会升高 会升高半度 所以出现一个F-sharp就很合理了 在B-flat major 就不会出现一个F-sharp 所以就证实了我这个快方法 找的答案是对的了 那B这条 它没有这个奇怪的 就是它有 大部分是降好的 没有突然间出现一个声号 或者是一个横圆的号 我猜它是一个大调 那我们又写F-sharp G D A E B 那有什么降音是降过的呢 有A-flat E-flat D-flat E-flat G-flat 那些降号就聚在这个右手边 就对的了 即是这首歌的调的key signature 应该有五个降号 五个降号的调就是D-flat major 就是这个 C这条 这里有个临时记号 是临时的还原符号 其他都是降的 突然间有一个还原符号 这个就会是小调的第七个音 这个又是快方法 这个是A-natural A是第七个音 主音就是A高半度的音 应该是B-flat A高半度就是B-flat 这个是第七个音 B-flat就是第一个音 主音 不错 咦? 我做错了 这个不是A 这个是B-flat 这是B-flat 所以B是第七个音 B高半度之后 就是C C是主音的小调就是Cm 就是快方法 我們又嘗試用正常方法找到一樣答案 我們又寫FCGDAED出來 它降了什麼音呢 降了B 降了A 降了E 這個B就突然還原了 三個降好的Key Signature 就會是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的Relative Minor 就是C Minor 就是我選擇的答案 為什麼會還原B音呢 C Minor的第七個音 C D E F G A E 第七個音 就會因為小調 經常會升了第七個音的關係 它就會還原了 在寫旋律的時候 所以就解釋到為什麼 這個B是還原了 答案就是C Minor 3.4 第二 它說選出一個正確的格子 給X和Y這兩個音 然後呢 完成一個A大調音階 我們寫一條A大調音階 就可以了 這個是向上的音階 來的 所以呢 這裡是A 這個是中音譜號 這個是A 就是對的了 音階就是A B C D E F G Mb A B D E A A大調音階升三個音階 我們只要找回X,找回F-Sharp Y這個位置找回B音 這樣就完成了 繼續 3.5 好,這條是最麻煩的 我們先拿一張草稿 太麻煩了 它說下面這三條都是小調音階 你要選一個正確的Clap 怎樣才可以令它成為一條正確的小調音階 我的做法呢 就會逐個試一下 逐個Clap放進去試一下 然後看看頭五個音 合不合小調音階 那個全音半音的關係 檢查了頭五個音 然後如果有兩個答案都相似 我們再檢查第六 第七 這兩個音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A這條 如果是高音報告的話 如果是高音報告的話 B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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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也要是半音 剩下Dore和Remi都要是全音 我們看看現在五組音 中間四個位的全音半音關係 對不對 D弦到C 可以看回鍵盤 我現在不用鍵盤了 你自己畫鍵盤 我現在很快地想 因為我自己也彈琴 熟悉鋼琴的鍵盤 B弦和C是全音 這個位置對 CD弦是半音 D弦和E弦 全音都對 高音譜號像是對 我們看看低音譜號 如果是低音譜號 這個是D弦 這個是E Fb 我已經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E和Fb是二乎同音 是按在同一個按鈕 同一個鋼琴鍵 你在一個音階裡 就不應該出現同一個鋼琴鍵 或者這樣說 E和Fb都不是半音的關係 所以不會是低音譜號 如果是中音譜號 如果是中音譜號 是Auto clef 如果是中音譜號 第一個是Cb 我已經覺得不對,沒有Cb minor那麼複雜的事情 第二個應該是D Cb和D不是全音的關係 它們中間隔開了兩個半音 所以不對 如果是Ten、Cb就是次中音波號 會不會對呢? 因為次中音波號第一個是Ab 然後這個就是B 又有不對的事情 Abb是一個 又是夾了兩個半音 所以不是全音 Abb是A2 它不是全音的關係 它不會是Ten、Cb 所以高音波號這個就會是對的答案 應該看頭五個音 基本上都知道是哪個答案 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暂時想到是這樣做 B這條 如果是高音波號呢? 記得由低音那邊開始數 如果是高音波號的話 如果是高音波號的話 我反過來寫 要是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 如果是高音波號 這個是C 高音波號 這個是C 高音波號 高音波號 這個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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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hop E-Shop 是全音 F-Shop G是半音 G A是全音 A B-Shop 就不行了 A、B-Shop是A2 所以這個位不正確 如果我們當它是中音波 中音波的話 這個就是B-L 第二個就是E-Shop D-E-Sharp已經是一個增加一秒 也不是全音的關係,所以又不可以是正確 如果當是次中音譜聽C-Sharp 第一個音應該是D 第二個音應該是C-Sharp D-C-Sharp是全音 第三個音是D C-Sharp D也是半音 D-E-F-Sharp 這個全音半音的次序是正確的 上面三個都不對 只有Tenor C-Caf 次中音號 然後再用一個麻煩 用一個麻煩,就捱過了 C-C-C 我要把瑯 often篡點出來 要根據傳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 如果我打算是高音舖號 第一個是D 第二個是E 第三個F- volume 這樣就不行了,E和Fb是二乎同音,在鋼琴按同一個按鈕 它也不是半音關係,所以不會是高音破號 低音破號的話,這個就是F 旁邊是G,是全音,旁邊是Ab,是半音 旁邊是Bb,旁邊是C,好像正確,暫時 我們當它正確,我們先看看中音破號 如果是Auto C clef,如果是Auto C clef 如果是F,這一粒是E,旁邊的是F E和F是半音,所以不適合 Tanner C clef 如果是Tanner C clef,這一粒是C,這裡是G,這裡是F,F,E,D,C 這是C音,數多次才會很危險 C,對,這是C,旁邊是D,是全音 Eb,是半音,Fb,是半音 Eb和Fb是半音的關係 但是這個位置,我們想要一個全音 這個位置不適合 只剩下低音破號,這個答案是對的 終於做完這條了 最不喜歡做這條 3.6 選出True or False 我們要告訴他 這個半音階是否正確的 應該要有鍵盤幫忙 看看是否一個半音階 第一個是Bb A Ab G Gb F Bb Db C C Cb Bb Bb 適合我 第二條 我移去那個位置 第二條 接著這個 D Eb E F G G G A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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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好像是正確的 不過它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寫半音階有一個規矩 同一個英文字母不可以連續用三次 這裡連續用了三次 所以Bb Blan Bb Vb Vbb Bbbb 他说这个音是C short minor的submedian submedian是六号底 音阶的第六个音我们就叫做submedian 我们先写出一条C short minor C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E major 即是升四个音 升F,C,G,D 第六个音是哪个音 就是A 答案是true 答案是true 第二个B 这个是低音谱号的D 这个是G short minor的dominant 是否呢 dominant是五号 G short minor 我们就写G short minor音阶 G A D C D D F G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B major B major是升五个音 F C G D A 我已经有G short minor了 第五个音是哪个音 1,2,3,4,5 应该要是D sharp 这个是D natural 所以不适合 他说这个 这个是高音词号 G sharp 是A major的needing note needing note是7号 我们写一条A major的音阶 A major是F C G 第七个音呢 就是G short 所以这个是对的 第四部分 interval 好 不如用草稿 不用了 不用了 好了 首先写了两个音名 这个是B 小心各位 这个是低音 这个是F B到F是多少呢 B C D E F 这个是5度 这个B到F 已经超过了一个8度 所以 应该是Cumpan的5度 或者5加7 就是12度 我们先查走那些 连数字都不适合的答案 这个11度是不适合的 这个Cumpan的5度有机会是对的 这个12度也有机会 这个4度是不适合的 那我们已经收窄了范围 是这两个 好 那前面的 应该是Diminished 还是Minor 那我们做音程呢 就当下面这个音 是大调音阶的第一个音 哪一个大调音阶的第一个音是B 就是B大调 那我们写B大调音阶 那我们写B大调音阶 B major有5个声号 一個大調音階的誤度我叫做正常的誤度 正常的誤度就叫做perfect誤度 B-F-Shop就是perfect誤度 但題目問我的是B-F 就不是B-F-Shop 你可以量一下這個距離 B-F-Shop就是正常的誤度 現在這個F-Shop 就根據那個題目 不升了,還原了 就會窄了 窄了的perfect誤度就是diminish 所以答案就是compound-diminish 5度 第二條 低音譜號 這個音就會是A 是A 有一個弦 Abby 所以要フлат 這裡有什麼業務你畫出來 有B,E,A 這裡是E音 因為有Kissひさ影響所以是EB 位數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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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應該是5度來的 那你又可以插走一些不對的答案 4度不對,6度不對,4度不對 只剩一個對 這條很划算 那你可以再檢查一下是不是完美的 下面這個音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Ab Major是四個降好的 B,E,A,D 那這個音階的第五個音就是5度 Eb就是正常的5度,就是完美的5度 題目就是Ab去到Eb,就是完美的5度 咦,剛才好像遮蓋了上面 現在給你看清楚 繼續 C這條高音譜號下面這個音是G 上面那個音是Fb 多少度呢? G去到F就是G,A,B,C,D,E,F 是7度來的 而且超過了一個8度 所以就是Compane7 或者7加7就是14 14度或者7度 所以這個13度就不對了 這個7度沒有Compane又不對了 有兩個答案有機會對的 那我們又用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G,A,B,C,D,E,F,G G,Major音階就會升一個音 升Fshort G去到Fshort就是正常的7度 正常的7度 叫做Major7 G去到Fshort就是正常的7度 現在題目問我們G去到Fshort 現在這個是G去到Fshort Fshort變成F 就摘了一格 F再變成Fflat 就摘多一格 總共摘了兩次 摘了兩次的Major音程 就叫做Diminished音程 所以就是Compane Diminished7度 繼續 4.2 圈出那個Interval正確的Type 它就不用理會你的數字 不過其實你也是要把整個音程的名字找出來 你才知道究竟它是屬於哪一個 所以其實跟上面那題沒有分別的 做法 下面這個是Fshort 上面這個是Eflat 多少度呢? FG,A,B,C,D,E 7度 接著我用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個大調音階 通常有Sharp 下面的音有Sharp 我就不用那個有Sharp的大調音階 我用回還原那個音的大調音階就可以了 Fmajor一個降好一個B 那那個7度音就是E F去到E就是正常的7度 大調音階的7度 就是叫做major7 F去到E就是major7 現在題目問我們那個是Fshort 去Eflat 我們要動一下F和E Fshort 就會令到你的手紮了一下 上面這句音E 又要變成Eflat E變成Eflat 所以總共紮了兩下 F去到E是這樣闊的 Fshort 就紮了一些 E又要變成Eflat 就紮了兩次 Major紮了兩次 就叫做Diminished B這條 下面這個音是A A 看了什麼聲音 F C要升 上面這個是F 所以是Fshort 幾度來的 A B C D E F 六度來的 又用下面那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A的大調音階 升三個音階 升F C G A和Fshort 就是正常的錄音階 正常的錄音階 叫做Major錄音階 所以要選擇Major 題目就是A和Fshort 繼續 下面這個音是D 低音破的 上面那個音是A sharp 多少度呢 D E F G A 5度來的 然後呢 我又用下面那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D Major音階 升兩個音 升F C D去到A 就是正常的5度 正常的5度 叫做Perfect 5度 題目問我們那個是A sharp A就會Short 彈得太遠了 A sharp D去到A A sharp 就是闊了 闊了的Perfect音階 就是augmented 所以答案就是augmented 4.3 他說你寫出一個音 就令到這兩個 下面這個interval 是對的 而且你畫出來的音 要比原本那個音高 不要畫一個低的音 我先畫了那個音 然後再看看要不要加升降號 下面這個是什麼音 C在這裡 C B A G 這個G flat 我想複雜的G flat 6度的音就是G A B C D E 要是一個E音 在這裡向上數6度的音 其實就是這個位 這裡是E 就是下加一線 但是它有一個compound 就是要再多一個八度 所以下一次E音 就是這裡 音符就是這裡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 它需要不需要加升降號 這個是E 我用下面那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我們有G flat major 可以說G flat major 可以說G flat major G A B C D E F G G flat major 降六個音 降B E A D G C 那這個六度音就在E flat G flat E flat就是正常的六度 正常的六度 正常的六度叫做major 6 那題目也是想要我們要major 6 那要E flat才是major 6 所以你就要加一個降號給E音 那答案就是這個位置的E flat 繼續 這個音符就是B flat 它想我們畫一個augmented third 我們數了三度 即是先畫一個音符的音高 B數三度就是D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再看看 用不需要幫它加升降號 我們用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B flat major B flat major 降兩個音 降B E 那三度呢 就是B flat和D 就是正常的三度 正常的三度 正常的三度叫做major 但題目呢 想要一個augmented B flat去到D 就是major三度 要augmented呢 那你就要動那個D音 你不可以動這個B flat 它是題目來的 那你動那個D 想它距離闊一點 就要向高音那邊動 那就是你要sharp那個D 答案就是D sharp 第三條 下面這個音是C 來的 但是它比C sharp 就是前面key signature 是C sharp 影響的 是C sharp 那我們數了7度 需要出現那個Later length 先吧 跟我的聲降好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數字 那我們數7度 C D E FG A B 這是B音來的 先 然後想一下 要不需要幫它加聲光 好 下面是C sharp 那我用C音開始大調音階 那個sharp 我暫時不理它 用C音或一條大調音階 就是C大調音階 不需要加聲 我好 C去到B 就是正常的7度 就是大調音階 會出現的7度 正常的7度 就是major 7 C去到B 就是major 7 那現在題目那個是C sharp 來的 C sharp了之後 C去到B 是正常7度 C sharp了 會令你兩隻手的距離窄了 扎了的major 就是minor 音程 所以畫一個 還原B 就是正確的答案 不用加聲光 好 最後一條音程 看看多久 我已經做了 一個小時了 好 下面這個音是E 想要minor second 兩度的音就是F 就是F 要不需要幫它加聲光 用下面的音 開始一個大調音階 E major的音階 升四個音 升F C G D 兩度就在這裏 E和F sharp就是正常的兩度 正常的兩度 叫做major E和F sharp是正常的兩度 題目想要一個minor的兩度 那就是要窄一點 窄一格 E和F sharp是major兩度 窄一格 F要動 就向低音那邊動 F sharp你要窄一點 你就要還原它變成F音 那我剛剛畫出來的已經是F音 不需要加聲光 好繼續 還有很多 做得有點慢 解釋得太多 繼續 第五部分 就跟和言有關的 它叫你寫出一個合適的和言給這個旋律 你可以用一二四五和言的 記得要適合Cadence 我不解釋太多了 我先做快一點 好 這首歌是什麼調的呢 是一個降號 它也沒有出現一些臨時記號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F major 我寫F大調音階出來的 加多一個音 我會寫一個九個音的大調音階出來的 我會先做了每一個樂句的後面這個 因為一個樂句最後的和言 一是一 一是五 不可以有二和四 你的選擇就會比較少 這裏有什麼音呢 就有F和A 一和言就會有F A C 3個音 如果是五和言就會有C E G 3個音 現在這個F和A音 就中了一和言兩個音 就不中五和言的那些音 所以這個就用一和言 這個樂句最後這個 你選了一之後 這個由於Cadence的關係 你又縮窄了些範圍 現在這個只可以是四或者五 那裏有什麼音 那裏有什麼音呢 有B D E F 我先選擇它 B D E F 那哪個和言可以中到那些音呢 一和言不中 一和言不中 一個都不中 二和言就中兩個 四和言中到三個 五和言就中得一個 所以我會選四和言 你可以再檢查多一件事 就是你圈出這個旋律 命中到和言音 和言音就是B D F 所以這顆 這顆 這顆 都是和言音 那不是和言音的那顆 有些情況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就可以接受了 因為它是夾在兩個和言音的中間 去做一個Parsing Note的角色 那我就肯定我這個答案是對的了 繼續 下面這個樂句 一句句子 我也是先做到最後的和言 是1還是5呢 那這裡有什麼音呢 那這裡有什麼音呢 就有G E C G E C G E C 那一和言呢 就中得一個 哎呀 低了 一和言呢 中得一個梯 五和言呢 就中到三個梯 這個G都是中的 所以全部音都中了 那我就選五和言了 那我就選五和言了 最後這個是五呢 那它前一個呢 就是任何和言都可以的 不過不會再出現五 所以可以是1 2或者4 哪個好些呢 我覺得太闊了 這裡有什麼音出現過呢 有A C F 有A C F 這樣好像更清楚 A C F 很明顯 一和言 就可以中了這三個音了 到前面這個呢 就沒有Cadence影響的 是任何答案呢 你都可以對 不過它不會重複 連續兩次出現1 所以可能是2 或者4 或者5 這裡有什麼音呢 有GBD G D Flat G D D 那這個什麼和言可以中呢 一和言 不中 二和言中了 四和言中兩格 五和言呢 就不中 其實4和2都可以的 不過可能那個 非和言音就會 都不行的 其實都是二和言 中了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4 1 和2 1 5 5.2 它說選出正確的 Cadence 這兩個和言 組成的中指式 Cadence是什麼 已經開始天黑暗暗的 做快一點 做快一點 我們寫出C大調音階 因為它說首歌是C major 和言 我做和言的東西就會寫多一個音 八個音的音階 九個 好了 第一 這一組和言是什麼音呢 它就有F C F C A F C F A 這是什麼和言來的呢 F A C 是四號和言來的 四級和言 或者叫做 四號 廣東話一點 這是四和言 旁邊這個呢 C E G C E G 一和言 4 一和言進行 或者中指式就是 Plago 你要記熟它 這個 下一條是D大調 D大調 D大調 寫D大調 這個和言是什麼和言呢 有E G B 三個音 E G B 三個音 這個就是二號和言 中了二號和言的三個音 最後這個呢 下面這裡就是 A C A A C A C A C Shop 其實它這個 是二 後面 應該都是一個 imperfect AC 是五和言 五和言 任何一個和言 我們就叫做imperfect 5.3 這次是要和言的名字 A這裡 是什麼 題目告訴我們 它是F大調 所以我寫F大調 這條我要加一盞燈 越來越暗了 已經 F major 要B flat A這個和言 最低的音是F A這個和言 要寫和言名 我就會把最低的音圈圈 稍後會有用的 上面這裡是DD 那這是什麼和言呢 就是4號和言 那這個剩下 就在 跟音、三音、五音 是在五音那裡 五音做最低 那是second inversion 所以我們叫它做 四和言的second inversion 所以就要是4B 咦不對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呢 啊 4C second inversion 是C 想錯了 second inversion 叫C 幸好它沒有選4B 給我選 差點錯了 B和言 最低的是 G 我又圈著它 上面還有EC EC G 那和言在哪裏呢 就是在這裏 C音做跟音 C是第五個音 這個是五號和言 而那個剩下 最低音又在五音那裏 這次不會錯是C 所以5C是答案 第三個和言 最低音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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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還有C和F 上面還有C和F 咦這是一和言 F A C 一和言 F A C 一和言 那那個剩下 最低音就是在三音那裏 中間位 就是FIRST INVERSION 就是用世界B代表 就是1B 我現在 加一加盞燈 好 整個盞燈了 然後我們就會做第六個部分 那這些字呢 我就沒有記的 所以 不理會它 6.2 Take one box to name each of two written out 裝飾音 Augments 好 那這個像哪個裝飾音呢 它是GFG 即是它想彈G音 但是它用低G的音 裝飾一下 那這個就叫做Lower Modern 即是畫出來 其實它就會是一個G音 然後下面是這樣的話 就會彈成這樣的樣子 就是Lower Modern 這個看來是一個D音 然後用E flat 裝飾一下 那這種就叫做 Asicatura 畫出來呢 就會是一粒很細粒的那些 然後還會塗了它的車間 E flat 然後就是一個正常的D音 畫出來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它是Asicatura 來的 6.3 下面有五個句子 選擇是True還是False 小提琴有時會看Auto clef 小提琴是不看中音的 所以是錯的 Obo雙王館 它是木管樂的最高音樂器 不是啦 木管樂最高音樂器的樂器是 Piccolo 短笛 所以也不對 Trombone長號是高音過Tuber低音號 是對的 Tuber是最低音的銅管樂 所以Trombone是高過它 對的 Bassoon Bassoon 它是異調樂器 不是啦 Bassoon 不是異調樂器 來的 Violla 中提琴 會不會 演奏Arco Arco 即是用功演奏 Violla是用功演奏的 7.1 最後一部分 長堤木 長堤木 可能 先放開闊 盡量闊 7.1 Violla 它說 比較一下 下面 比較一下上面 小提琴聲部第2個小節 選出一個 正確的 Stayment 又是音高 很複雜 好了 那我們找回Middle C Middle C 高音鋪 就在這裡 這個是Middle C 再高一個C 就在這裡 所以那個旋律的音 比Middle C 高100度 之後的G 音 這裡它就說 第一個Stayment 它說 只有A 和C 是正確地重寫 小提琴聲部 而是兩個 Octiflower 低了兩個百度 所以如果這個G 要低兩個百度 就會去到Middle C 下面的G A這個Middle C 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 對比符合 這個Stayment C這個 就不對了 因為Middle C 在這裡 C這個G 就高過Middle C 就不是低兩個百度 所以這個是不對 他說 剩一個架 所以這個不對 都不用打交叉 第二個Stayment 只有A 是正確地重寫 降低了兩個百度 都是兩個百度 所以A是對的 剛才我們想過的 C又不對 我們也想過 B是不是呢 B的Middle C 在這裡 又是Middle C 上面的G 所以只有A 是正確地重寫 低兩個百度 這個Stayment 是對的 我們檢查其他 這條說 只有A和B 是正確地重寫 低兩個百度 就不對了 B不是的 B不是低兩個百度 所以不對 A、B、C都正確地重寫 低兩個百度 就更加不對 因為B和C都不對 所以第二個格是對的 7.2 7.2 又是五句句子 問我正確還是不正確 A呢 他說小提琴應該要很甜的演奏 是不是呢 你在小提琴聲部 會找到Dolce這個字 Dolce這個字就是sweet 所以就是true B這句子 B這句子 Gm 是Ebmajor的relativem 就不對了 Ebmajor的relativem 應該是Cm 所以不對 最闊的音程是小提琴聲部 最闊的音程是小提琴聲部 最闊的音程是純四度 完美四度 最闊的音程是否 一會兒 小提琴聲部 小提琴聲部 這裏三度 這裏有四度 這裏有四度 一會兒再檢查 看看是否最闊 這裏有兩度 這裏跳下來也是四度 兩度兩度 這裏有同一個音程 這裏有三度 這裏有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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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的音是C 这个选段最低的音是不是C 我找出最低的音在哪里 当然是在低音普号那边找 最低是不是这粒呢 最低是这粒 这粒是Eb 不是C 所以这个词是错的 E这个呢 它说 The speed of the music is very slow 这首歌是不是很慢的演奏呢 那它就说是 Andantino with Con Moto是有movement 就是要比较流畅些 那是比较中间的速度来的 因为Andante是走路的速度 Andantino还要快一点点 就是比较中间速度快一点点 还要withmovement 所以就不是very slow 不是超级慢 如果它没有very 可能我也要想一想 但是它说这首歌的速度 是不是超慢呢 就不是超慢 这也是超慢 7.3 哪一个乐器 是可以 演奏到小提琴声部 而且是同一个音高的呢 哪一个乐器可以做到呢 长笛就可以了 长笛也是高音的乐器 都是看高音的 Double Bass 就难一点 因为它是看低音的 而且演奏得很低音 Batsun也是看低音的 Timpany更加难 它是敲击乐 是不太好的 会演奏得 所以最好是哪个呢 最好就是Floot 其实其他都能演奏到的 不过 它说Best 就是最好 只有长笛可以最好 7.4 How many times 多少次 是这个submedium submedium是6号 一个音阶的第六个音 E flat major的第六个音 在小提琴声部 出现了多少次 E flat major的第六个音 E flat major的第六个音 先写E flat major的音阶 E flat major的音阶 E flat major三个阶段好 阶段好 阶段B E A 第六个音阶段是C 6号 我们数一下C 在小提琴声部出现了多少次 就是这里有一次 两次 没有了 出现了两次的C 所以我就会用2的格子 最后一题 7.5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wo sentences by adding a number to each 又加一个数字 在这个扭空的地方 7.5 它说 哇 这题也挺特别的 特别在哪里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tonic chord in second inversion 其实就是1C的意思 但是呢 有时同学呢 可能只是记得1C 4A 5B 是什么意思 不记得它的全名是什么 那可能你要温习一下 那些和言的名字 1C 4A 5B 其实它的全名是什么 如果它就这样问你 它不告诉你是1C 可能你就站在那里了 看见这些题 所以tonic chord tonic就是主音 就是你的音阶第一个音 就是一号音 所以就是一和言 tonic chord second inversion 就是C的意思 它说在第几个小节出现了这个和言 那这个和言会有什么音呢 那你写Eb Major音阶 因为它告诉你是Eb Major Eb Major的1和言就应该有Eb G 忘记得交回降号 Bb这三个音 第二个弹性的意思就是 这个和言的五音 就是Bb要是最低的一个音 那我们就要去谱里找出和言 我会先找最低出现Bb 哪里出现Bb 然后再在上面看看是不是Eb和G的音 第一个小节虽然有很多Bb 但是上面也没有音 这里没有和言 看来第三个小节有机会出现 因为这里是Bb 下面这一行最低音也不是Bb 所以就应该是第三个小节 那你也不用检查上面是不是Eb G 因为只有第三个小节 你只要知道小节数在哪里 那我就写了三个字 那找到也没坏的 它说要是Bb 而且上面是Eb G 即是C 即是这一格 没错 这一个就是Eb Major的1C 第三小节 最后一题 哪一个小节有一个Cord of G Major 这个也挺特别的 又是之前不会这样说 或者是这样问的 一个G Major和言 其实就是G Major的1和言 G Major的1 通力和言 以前不会这么说的 所以你可能会不会认识 不过你知道它是这样的意思 下次你看到这题就不会害怕了 它说要一个G Major Cord的意思 就是G Major的调里面的第一个和言 所以G Major的第一个和言是哪个呢 应该要有Gbd三个音的 是一个和言出现的 在第几小节可以找到这个呢 第一个不是 第二小节 这里有E音 就不是 没有E音的 我们要G B D 那这里呢 就不是G B D 好这样的 我转一下方法先 因为这首歌呢 是三个降号 大部分的地方呢 都应该会有B flat的 那现在要G Major的1和言 就要有B natural 那我呢 target去找个B natural出来就可以了 应该 整首歌呢 可以见到B natural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这首歌呢 这首歌呢 就是G Cod 我们叫做 所以那个答案就是 第七小节 那我就做完了 那我会加回那些 Time Chatter 在 就是 Description那里 那你就可以飞来飞去 这样看 你觉得我说得慢呢 你就可以 飞过去 那你听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再听多几次 那你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